環境裡面 當你家裡 這個是上禮拜 你可以打開 它會有出現什麼什麼沒有JVM 你就裝這個JDK就可以了 另外我也把剛剛我做完的環境 那我的習慣 反正做一次很多事情真的做一次就好 不要 一直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呢做完之後把它壓縮成一個懶人包 那如果說你將來有需要的話你就把它 把它下載放在你低碟解壓縮到你的低碟 那也會有一個跟我一模一樣 第一不可以的那個懶人包了 那再來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不習慣 看 假設希望把環境變中文像上學期一樣的話 那我順便分享一下 那個怎麼樣把它變成 中文的那個 那個方式 因為這個以前 開發的用很多 所以他的網址是 Eclypus Eclypus OK 然後點.org 在他的網站 如果你要把它變中文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是社區 在這邊有搜尋 他有叫什麼 Bebel BA BEL Bebel 那Bebel把它執行一下 他會有一個 Bebel的專案 社區一下 裡面的話呢 就會出現那個什麼 他的Download 有沒有 這個Bebel是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是說 他除了英文版之外 他也會有全世界的各國語言 那你可以找 那個什麼呢 往下拉 有沒有 Bebel的那個 這個Project Download Download什麼呢 你就往下拉 那你找一下 我們 這個 我們的語系 往下拉的話 你會發現 他這邊有一個是 Download 我們現在的版本 我記得我們現在版本最新的 我們是哪一個版本 是這個嗎 他因為Eclipse 他分成很多個版本 所以你啟動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他這邊會出現有一個什麼 Ox 這個 這個版本呢 如果你要把它中文化的話 請你選 這個版本 他很多個版本 選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點進去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 有一個Language 冒號 一意思就說你要選擇 哪一個語系啦 預設是英文 不用他沒有英文的 其他之外 A開 我們是應該是 往下找應該是哪一個呢 Tinese 有沒有 那這個呢 是簡體的 這個呢 就是繁體的 Traditional 應該可以看懂了 以後再固定的 那他這邊的話有這麼多個 應該選哪一個呢 你可以看到後面有百分比 那這個其實 上禮拜有同學 聊天聊到說 到底這誰做啊 其實都自有軟體 也就是說 這是公益性質啦 所以很多學術機構 可能是研究生吧 閒來沒事怎麼樣 就幫忙一下 也許教授會加分之類的 OK 然後呢 你就是 找一下那個 這個百分比指的是 他中文化 的比例是多少 有20級的 有70級的 那當然你要找哪一個 對啊當然是 不然的話你中文化一點點幹嘛 那有裝跟沒裝不是差不多 可是我後來發現了 你們可以試試看因為 70級最高的這個好像 有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正確的walk 我不確定 或者 我選這兩個 反正就是 第一高跟次高 我們先試試看好這個 70級這個 然後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來 當load下來之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解壓縮之後 把它丟到ECLIBUS的目錄裡面 他就變 你要的那個語氣了 所以這邊的話你會發現 把它下載在這裡 對不對 這邊有個babel 在資料夾中顯示 把它按右鍵 先解壓縮出來 解壓縮至死 或者解壓縮到這個目錄好了 解出來之後的話呢 它裡面 就會有一個目錄 你會發現就ECLIBUS ECLIBUS裡面有這兩個 特別重要請你把這兩個目錄呢 直接 先取消 先不要啟動ECLIBUS 直接丟到ECLIBUS 我們剛剛低疊這個 的 同一個目錄 把這兩個目錄給蓋過去就好了 這樣子的話呢就完成中文化 我們試一下 確定一下沒有開啟 直接丟進來 然後要不要取代 並且套用所有 這時候的話呢他就直接把剛剛的那些 babel的語氣檔 全部都幫你蓋過去了 就實際上就是這兩個目錄啦 意思很簡單 下載中文語氣檔 貼到這兩個目錄蓋過去就對了 來試一下 那這時候的話呢 我們再來確定一下有沒有成功 但如果你沒有成功 可能要下載 百分六幾的 我記得我有曾經遇過 七十幾那個 奇怪沒有成功 下載第二高的反而成功了 有沒有看到中文化 有沒有 工作區 這些 但有些 還是沒有 浪取 執行這個也沒有 取消有 瀏覽也有了 執行起來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正在載入這也是 上面的也是 OK 我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 這個是不可逆的 就是你已經變 中文的 你要變英文的話 你可能這個環境要重來一遍 因為他沒有一個英文與細蓋回去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你要可能要先備份一個 不然的話 你就沒辦法恢復了 現在以後的就是 變成 那個 中文化的版本 OK這個順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怎麼樣變成中文 因為 畢竟還是 大部分同學 不是經常在撰寫程式 對英文方面可能不在行 那你可以用 這個方式讓 這個環境更加的友善 因為我 有些同學 光看到環境都是英文的 就會心生畏懼 感覺好像很可怕 實際上 沒有啦 你也可以試 重點回顧一下 先到瀏覽器裡面 找到 Eclipse的官方網站 他裡面會有一個叫直接search一下 search關鍵字就是 Babel Babel 然後Enter一下 找一下那個他有個專案的download download裡面的找 這個專案 這個 記得是 這個 Ossingen 這個 然後呢 你就直接找一下那個 Tradition 這個 找這個就可以了 他有沒有更高的呢 看起來好像沒有了 60幾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Eclipse的中文化說明 好 CRAC 好 好 KRAC